早上8点半楼上的羊水破了 随后在8点40到8点58分的这18分钟内 相继出生了两只熊猫宝宝 为了确保熊猫宝宝的安全 就在第二只熊猫宝宝出生后6秒钟内 工作人员迅速将它抢走 虽然一只是在熊猫妈妈的怀里 另一只躺在育婴室里 但两只熊猫宝宝都得到很好的照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